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也会参考来判断 然后或者是还有这个审核期间会有一个面试的环节 不是所有学校都面试 但有一些学校面试还是蛮严格的 比如说尤尼塔斯确实也会就是刷掉不少学生这样 这是第一个误区 就是不是有钱就可以去语言学校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有的学生觉得我是不是必须要参加高考 才能去日本读语言学校 这个是不一定的 高二的学生如果是你是在读的情况就申请 会考全合格了就可以了 会考是什么呢 就叫学业水平测试 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取消了 那这个没办法 没取消的地区的话 需要会考合格才能代表 我将来一定能拿到毕业证 这种情况就可以走了 不是一定要参加高考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是 我不想在国内学日语 零基础就要去日本 去了日本再学掰 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 刚刚也说了嘛 就是日本这边是需要有一个150小时的水平 大概是N5水平的话才能去日本 起码你去了以后 连阿姨威威威都不会的话 就是生活起来非常难适应 然后在申请材料里边 这也是必须的一个材料 所以除非你做假 要不然都是要有一定日语基础的 然后第四个误区的话是 语言学校的话 就是对语言学校付语太多的这个期待 比如说 我去语言学校 你必须要管到我升学 今天有家长会问 那我孩子去了语言学校 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呀 学校负不负责呀什么的 这个的话 说实话语言学校 它并没有这个责任在 如果你非觉得它需要有这个责任 那它达不到的话 你就会有一点这样的小失望 其实语言学校说实话 它就是一个日语培训机构 然后现在因为中国学生 升学的这个愿望比较高 所以很多学校在开展这个 升学辅导啊 帮助学生们考上好大学呀 科大学院 这样一方面也可以就是 让自己的学校口碑好起来 因为学校之间的竞争比较大 所以大家就会顾老师 然后给大家培训 这是语言学校的附加价值了 其实他们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在做的 而不是说我本身就有这个义务 对 然后另外的话 有一些免费辅导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的时候 也需要就是单独开种私塾课程是需要收费的 因为除了上日语之外 如果另外半天再占用老师时间 一个你要给老师的工资 第二就是你的这个课堂的这个站地 需要比如说租住啊什么的 费用都会增加 所以这个费用的话就需要学生来支付 就你有这个需求我可以满足你 但是呢你需要付费的 然后这是这个误区 然后就是我希望同学们做好这种 我自己一定要去努力 而不是说我把这个期待完全付出于学校 我不努力 但是你没有让我升学 就是你的不对 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第五个的话 我们说一下就是 语言学校申请的话 要提前半年以上最少最少 然后希望是一年左右比较稳妥 不然的话 就很难选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不是说我这个月申请下个月就去吧 现在因为有学生还会质询说 老师我今年四月还能复日吗 就是除非你去短假长 但是长期的话就已经快下再留了 所以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低加入管局的时间吧 一月升的话基本上是九月份 上一年的九月份要低加入管局 四月份升的话是十一月份 然后七月升是三月 十月升是六月 提前四五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材料要低加入管局了 他们审核两三个月的时间会出结果 这是时间规划 然后第六个的话 学校可能会说 我想要有一个排名比较好的语言学校 这个其实语言学校之间并没有排名 这一说 只是有一些学校它开设的时间比较长 口碑比较好规模比较大 或者说我们学校只招中国学生做升学为主 有的学校是我们比较追求国际化 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 地理位置学费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就好 然后最低要求应该就是个优良校吧 我觉得优良校的话是在材料上也简单 入管局是认可的学校就可以了 然后第七个无趣的话 就是学生会过于高看自己的能力 就是家里没有钱 但是我想去日本留学 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 但是完全希望半工半读 就怎么说 家里给我出第一年前 我就不用管我了 以后我都自己赚钱赚学费 然后学费生活费自己弄 这种的思想偶尔有学生存在 我不是很想特别打击学生 但是确实很辛苦 如果你复日之后还想升学 想考一个好本课考大学院的话 这样就是精力是有限的 就是很难两全其美 基本上出现的情况就是 你赚完钱 然后上课的时候睡觉 然后没精神嘛 学不到东西 下课呢为了教学费又要去赚钱了 这种恶性循环是常见的 如果你说我去了以后考一个一般的学校 我就混个学历就行呗 那这种的话也不是说完全否定这个想法 对基本上就是这七个误区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的话 可以跟我们提建议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拜拜